这期视频我会给你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光效应用 LD 各位好 欢迎回到爱卖手机讲堂 我是上海波 爱卖手机讲堂专注于手机摄影 及图片处理相用的技巧分享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 千万不要忘记点击订阅和关注 你在视频开始看到的几张照片 是我用手机拍摄 并直接在光效应用LD添加效果导出的 是不是有种很惊艳的感觉 光效相关的应用 我在第43期视频已经与大家分享过 这次分享的LD有什么新的特色呢 通过这个应用 用户能够把非常普通的照片 添加一些光效 光斑云雪等效果 从而大幅度提升照片的观感 我的第77期视频的封面 就是使用LD这个软件添加的光效 获取这个应用非常简单 iOS系统 直接在应用商店搜索LD的全屏就可以下载 安卓用户稍微麻烦一点 你需要在网上找到一个这款应用的安装包 在介绍这款软件的操作之前 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 LD是一款纯英文应用 不过你不用担心 简单操作几下你都熟悉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操作流程 首先我们打开应用 选择一张照片 编辑界面非常简单 从上到下分别是光效 光斑 雾 雨 雪等各种效果 点击加号你可以购买更多效果 但是一般免费的就够用了 在软件右上侧是导出按钮 用户可以直接将添加效果的照片导出 我用画面里这张照片为大家演示一下 这张照片我想添加一个暖色光源 选择合适的形状以后 你可以用一根手指控制光效的位置 两根手指对光效进行缩放 一般光效越大 效果就越不明显 在画面的命令栏 有一些很基本的调整命令 比如你可以调整揉滑程度 光效的亮度 不透明度 对比度 饱和度 色彩 以及垂直水平翻转 这些命令你调整几次 就知道它们代表的意思了 如果你对当前的光效不满意 可以向左滑动进行删除 确定一个光效的效果以后 你还能点击命令栏最左侧命令 继续添加光效 光效的数量完全没有限制 你添加到自己满意为止 所有的效果添加完成以后 点击导出 保存到本地相册 即可完成调整 熟悉前面的操作 我跟你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使用这个应用的 前几种灯光效果我就不重复了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照片场景去选择 云雾这种效果如何使用呢 你可以看一下这张照片 画面里虽然乌云密布 但是感觉勾炉不够高 这时 我添加了一个云雾效果 是不是很神奇 画面一下子就有了云雾缭绕的感觉 雨雪的效果和云雾基本相同 比如这张照片虽然是下雪天拍的 但是我感觉还不够震撼 所以我加入了一些雨和雪的效果 最终得到的照片 给人一种雪花漫天飞舞的感觉 看到这里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雪景照片可以更漂亮 更有意思的是 你可以把云雾雨雪各种光斑叠加起来 创造出一个手机拍不出来的全新照片 如果这个视频对有所帮助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更多关于手机摄影 地图片处理相关的优质视频 请持续观察卖手机讲堂 咱们下期视频见